美中角力战每天都在开战 其实除了他们比军事对抗是个大焦点之外 那么现在焦点尤其是放在南海 好热闹更是主权的争夺热点 美国海军他们都定期来执行航行自由的任务 好说船舰其实都会驶过部分的岛屿 主张他们是有航行国际水道的自由 不过现在有两名的退役美军 撰写了这一本小说 你可以看到的上面是写着2034年 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这两名退役美军他们写的小说内容 居然是预言了南海可能即将引爆战争 也离我们台湾蛮近的 好其实这个书名就是写着2034 有关下一次世界大战 这本书下个礼拜就要出版了 感觉上是不是很有即逝感 因为内容就在说 美中这两大国即将在2034年 在南海爆发战争 进而演变成世界大战 10年后要开战有可能吗 两名作者就说了 好其实现在呢 美中关系是不断的恶化 那么这样开战的日期呢 可能会再更往前推一点哦 也认为说美国过去对大陆的政策 是比较和缓的 但现在接连像是川普跟拜登 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强硬的政策 可能过去这样子和缓政策 是一去不返那么需要再从策略上思考 避免战争也要来抑制大陆的野心 不过再来看到了其实除了大陆跟美国 都想在南海这里来分一杯 跟哇现在好多欧洲国家 也是野心勃勃也要来插旗了吗 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说过了 法国呢当时是有派出这个军战潜艇呢 是绕行南海 那么路透社现在也引述有德国的柏林 一名高级官员是指出 有一艘德国巡防舰 也即将在8月的时候 要来启程前往亚洲 回程时候也会经过南海 这也是2002年以来 第一艘行进南海的德国军舰 那么德国的外交部长 还有国防部的官员就说了 这一艘巡防舰呢 是不会通过所谓的12海里水域 那这个12海里水域呢 其实就是国际上认定的 比较有争议性的南海区域哦 但是德国内阁啊 去年是有通过一个法案 这是新印太外交政策 那么现在呢也大动作的 派前海军来航行 是不是就要来捍卫德国的利益呢 也引发国际间的讨论 那除了南海这边烟消味 感觉蛮浓厚的 其实东海的情势也很紧张 还记得吗 中国大陆上个月初 他们是推出了海警法 那么大陆的海警船呢 其实很多天的时候都连续开进去 日本存在主权争议的 钓鱼台海域附近 那么呢在附近这个海域啊 也来驱赶了日本的渔船 那么当然也是引发了 中日两国有一点点紧张 那日本首相菅义伟他就说 完全无法接受大陆 通过这一项法律 再看到了其实现在呢 为了要抗衡大陆啊 哇真的是美国的总统 拜登也签署了行政命令 那美国的AI 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也发布了报告 他们是检讨AI产业 对于美国国安造成的 冲击跟影响 内容其实主要是要来提防 大陆在晶片产业 超车美国 也提及说美国啊 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实在太依赖了 恐怕是会失去 美国战略的优势 建议美国要加强 本土研发的生产 保持领先地位 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它也有报道 也是针对半导体 这个产业来指出说 美国因为太依赖 台湾的半导体业者 那么呢可能之后 有可能在商业 还有军事都会失去 优越地位 那报告也建议啦 希望美国可以赶快打造 可以自行设计 跟生产的本土基地 那么美国国防部的 前副部长沃克也说了 因为台湾呢 是有受到大陆的威胁 所以呢 政治的因素也要考虑 可能也会牵动产业链 所以依赖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好 再来看到呢 欧盟的外长波瑞尔 他就说了 有部分国家发动虚假的讯息活动 可能威胁民主 他还点名大陆是个好例子 他批评大陆是扭曲讯息 还恐吓其他人 让这个独立的声音给消失了 他承认呢 欧盟现在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的 那其实呢 也有一些欧洲议员 他也呼吁说 欧盟应该要用更多的手段来严正面对 不过现在其实对于很多记者 他们有写一些新闻来批评大陆的时政 那么他呢 他是这个英国驻大陆的大使吴若兰 其实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头呢 他也发表评论的文章 他说其实这些批判性的报道 其实是不能够证明说记者不喜欢的国家 只是有一些多元的声音 不过他也希望说呢 大陆方面是用比较开放的心态 来看待这些不一样的报道 但是现在呢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回应说了 其实呢 你们这个英国媒体的设大陆的报道呢 根本就没有秉持公正的立场 用意识形态来报道 也编造了假新闻 这事实是摊在眼前十分清楚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中角力战 重点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